大家好,说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当然是咱们国内 很多人都关注 海外也有很多人都关注的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就是两会的一些相关的决议 其实简单来说吧 还是咱们习总老大 做重要讲话 然后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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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对吧 反正像中央委员会 这边做了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向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 然后交给全国代表大会 这边进行审查和审议 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说明 然后王沪宁也就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 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然后第七次全体会议 反正常委们都在 习董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都在主席台上 然后说第十九大以来之后的五年 极其不平凡 反正说了一些吧 三个代表 五位一体 四个全面 改保障民生 巴拉巴拉 还有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 反正提了一下台独势力吧 然后后面说 这个全会按照党章规定 决定逮捕中央委员会 后部委员马国强 王宁 王伟忠 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然后全会审议并通过了 中共中央基督检查委员会 傅政华 沈德勇 李嘉 反正是张静华 这些反正新闻新闻你们自己搜吧 不挨个说了啊 违法 违纪 一些新闻的问题 然后给予这个 像傅政华呀 沈德勇啊 张静华呀 开除党籍处分 给予李嘉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反正就是一些过去有问题的一些朋友们 这次就彻底把你这个 党组织身份给骂了 评论区呢 最高赞 现在是172个赛 有多少人踩 它不显示 这挺牛逼的 不显示 说党确立了习总 习总书记啊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核心地位 确立习总书记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反映了全党全军 全国革命族人民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啊 中和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进程啊 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个怎么说呢 后边的这个 就没有什么太多可看的了啊 还一哥们喊啊 英特匈奈尔一定要实现 然后这到那个时候 人民才能 人类才能消除战争啊 掠多与反掠多 其实我觉得你要真的当个球长 什么球长呢 就是地球的这个老大 球长啊 你是英特匈奈尔也好 这个社会主义也好 资本主义也好 对吧 我觉得你都能消除战争啊 就是这消除战争 你当球长了啊 对对 那个军队 只许我掌控啊 全全全全地球啊 你折扎打哪啊 我去哪啊 我从南半球北半球啊 我开飞碟啊 我用那个冲动啊 我科技很发达了 对不对 哪有战争 搞一个突袭 把你秒了啊 对对 科技科技极度发达嘛 共产主义的这个 最高的目标 科技极度发达 那会儿我觉得什么 半小时费美国 是不是 我全球布局啊 我在北极给你建一个军事基地 哪儿攀乱 我直接去评解 对吧 你怎么跟我斗 我拿一个地球的资源 跟你一个反叛势力斗 搞死你啊 到时候信息什么都很发达 遍地开花啊 然后你根本就没有这个 可以进行这个反抗的这个空间 对吧 你说 那肯定就没有战争了 是不是 都是只能说充其量 可能有局部攀乱啊 这跟英特区奈尔能不能实现 我觉得没有太大关系啊 中国政治的 稳确定性 和物美价廉的商品 共用的稳定性 是当下混乱的世界中啊 最大的稳定性 可以防止世界滑入二战的悲剧啊 嗯 好吧 作为 如果说啊 如果说的是两极 就是美国和中国 那我认为中国的 其实整体来讲 是比较克制和稳定的 这方面我觉得比美国强啊 美国反正不会说 咱们的啊 就比较 反正我说有点狗 有点狗啊 美国那儿啊 上院下院 民众把阿姨闹啊 打仗啊 攻击谁 报仇啊 就真干了 咱那儿还是你看 反正离上次打仗过了几十年了 好几十年了 美国可是没钱的 隔三差我打一仗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 中国从这点方面来讲吧 还是比较爱好和平的啊 哎哥们好好好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反串啊 一哥们说 我读出来啊 就俩重点内容 做好No.1强国 心理建设 二反腐 哎反腐 说话 你说有没有腐败还有 但是我觉得 公务员的腐败啊 其实相对现在比较少了 无非就是说啊 我有什么旋转门 你现在当公务员前脚干这 后脚出去 给你企业里摸个职位 这段还是有 这我不否认啊 但是像过去那会儿 像江时代那会儿 可能有各种什么 什么供款吃喝拉撒的 各种这种腐败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这是实话啊 还有人啊 这个就是寻门这个新词汇啊 好文 竹子竹句 大声朗读学习了 学习新词汇啊 地级 提 这个提字提吧 提级不稳 守正创新 戳力奋发 政治巡视 政治巡视算什么新词啊 我早服了啊 其实有人玩梗啊 说这个现在B站呀 一见三连啊 这个现在不让说了 一见三连 这还点了一下啊 已经完成三连 对吧 三连嘛 大家觉得这个 就就就这个 是个是个草点啊 不过以后慢慢能解开吧 因为毕竟已经 已经完成三连了 然后这个 今天啊 股市涨了 说是因为这个A股嘛 涨了很多啊 觉得他们不可思议 说连任了 为什么反正股市涨了 说看不懂 看不懂啊 有人说这个什么 回光返照啊 大调要来了 还有了这个老中 老中人就说这个 中国他们对于中国啊 你想找一种 带点藐视意味的词汇 所以叫老中 老中啊 老中人的股市啊 看不懂啊 不是老中不是指这个 敦敬你 说一个什么这个 这个敬老 不是啊 是一种一种 什么老公啊 反正就有点这种 稍微带一点点戏谑的这么一种 一种对待一点藐视的称呼啊 老中啊 他们就看不懂啊 他们就说我靠 所以三连了 为什么这个反正股市涨了 他们可能不能理解啊 反正就这样啊 跟你讲这股市涨不涨啊 和谁当没关系啊 他看的是一个政治预期和政治稳定性啊 这么说你只要稳定啊 你什么民主啊 不民主的 关系不大啊 关系不大 对不对 那假如说沙特股市啊 沙特 这个沙特不比不比我们那个更那个更更更封闭 更加保守 对不对 足够足够传统了啊 他的股市变化只会看你这个政权是否稳定啊 你就是再民主 你政权不稳定 你还是没有经济的发展环境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他们都不懂啊 我觉得这挺蒙蒙奇妙的 但是开玩笑 喜迎二十大 股市兴党 请您检阅啊 他说两个月阴跌10% 一天上涨 1.5% 好吧 他们还不服啊 应该还能涨一涨 看看吧 他说内资接盘 国家队进场 他们觉得就是说 反正都是国家队下场 把股市给赢起来 搞强锐 他们这个意思啊 然后还有这个品送的一些聪友啊 他逗 他正有嫌嫌蛋疼啊 你看说9点半的CTV13新闻1加1 这是2月 不10月12号啊 疫情防控政策的一些相关东西啊 说内容是关于动态清理 感觉主播在对两万年发难啊 主播提问内容如下 1.我们现在继续实现动态清零政策 背后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2.有的国家都宣布疫情结束了 秋场上啊 坐了8万人都不戴口罩 为什么我们还要动态清零 3.现在病毒越来越弱了 死亡率在明显下降啊 重症人数在下降 同时无感染 这个这个这个 无症状感染 转发率变得很低了 竟然很轻了 为什么我们还这么严 4.病毒在减弱 但对经济的冲击在加大 我们要付出代价越来越大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尤其在经济层面 5.有没有恢复到正常 生产生活的这个时间表 我们为此应该做些什么 6.比如我们还可以针对时间表啊 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性 比如说明年春天啊 两会开完了 我们来逐步的放松 疫情政策 让生活秩序慢慢恢复 这样大家有这个目标 公众愿意跟你配合 您觉得这个想法咋样 7.你们有没有推算过 如果我们现在 就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等于说这个疫情防控政策 发生了重大改变 可能的后果是啥 8.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有些防控政策很僵化 饭店老板要求客人戴口罩吃饭 挨口罩吃一口再戴上 再下一口再拉开 好吧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我这新闻一小时之后 10点50 一次被加 我听电视台 我听电视后啊 去CATV网页翻回播 刚听完上面内容 再靠央视网 该节目呢就变成了 由于播出安排变更 暂不支持 播放该时段内容 好吧 持续被加 好吧 我就翻了翻呀 我还真不找着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外网应该是没有啊 我还还有 现在找着了啊 人家这个 可能村友啊 不像我这人气那么好 一看就有 还要打持久战吗 您怎么看待很多人的这种担心 大卫健委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做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 梁教授您好 因为这两天呢 媒体发表评论 大家也注意到了 强调信心和耐心 但我也注意到 有些人会有些担心 疫情防控都三年了 难道还要打持久战吗 您怎么看待很多人的这种担心 好吧 很淡定啊 我也是和大家的信心一样 我们仍然从 但是从总的 好吧 我可听了听啊 大概其实和他那个 差不多 我这哥们挺牛逼的啊 你把文稿都写下来啊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针对时间表 再做一个大胆的这种 假设性的这种推推进 比如说明年春天的时候啊 两会也开完了 我们来逐步的放松 这种疫情防控的这种政策 让生产生活秩序慢慢恢复 而利用未来这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加快老年人疫苗的接种 然后加快医院的这种建设 防止挤兑 然后同时药品呢 这个尽早的能跟大家见面等等 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有了一个目标 就公众愿意跟你配合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样 好吧 反正差不多啊 跟那层手看的差不多啊 然后第二层手评论说 14亿人 被一个弱智政策搞得起早贪黑 晕透转向 还在每天捉摸作样 讨论利弊 我家街对面那个傻子都知道 动态清零是个啥玩意儿 全国14亿人呢装聋作哑 不服不行 苏联笑话都不敢这么编 当然了 我认为这个该检测还是有效果的 怎么说呢 我认为这个政策不能长期保持 因为太花了这个成本了 如果当然你愿意花 这个时间花得起 你认为经济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倒也无所谓 反正就是没礼拜 找两天三天的 对不对 人家同事嗓子眼儿嘛 没啥了 他就说 这个这么劲爆吗 是主播两万年一对一访谈吗 怎么网上说这些避风的问题 竟然直接在央视上曝光 他们认为是不是有人要作妖了 您说吧 可以看吧 跟我样 刚看完没有背见 说有生之年 能看到白岩松跟两万年斗起来 太精彩了 白岩松在一个央视里边 主播他自立比较老 导致就说 也没人敢打怎么着 他属于里边胆儿比较大的 你要是那个 再早一点时间 你看二年前白岩松那会儿 很多一些 往现在看吧 可能是一些台内的节目 脱口秀节目 我靠 活脱脱脱一反围 你知道吗 但白岩松还是蛮猛的 行吧 反正今天的新闻就说一下俩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